12月8号,2021南南人权论坛在北京举行 多位中外与会嘉宾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 高度肯定中国推动人权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去南方、广东、杭州、很多地区 还有不少城市 我所看到的中国的发展 教育方面是做得很好 就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学 都能受到教育 也是中国现在最近或者这几年来 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是教育 当天论坛上 2020东京残奥会中国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戴孟佳现身说法 他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说明中国为保障残疾人人权所做的巨大努力 在知足梦想的过程中 我从一名普通的残疾人成长为一名 生活无数容易的国家队运动员 除了自身的努力与教练的指导以外 更应该感谢的是 这些年来中国各级残联 对于我们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大力投入与支持 正是祖国大力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 为我们搭建展示自己的平台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实现小小个人的大大梦想 对于美国即将举办的所谓民主峰会 参会嘉宾也进行了批驳 中国人权研究会顾问陈世球 认为美国所谓民主峰会是一种政治作秀 也是一场闹剧 随着美国美式民主的崩溃 那么美国在世界上面的声誉 在世界上的影响 也在世界的地位 他要称霸世界领导世界的这种野心 非常遇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些挑战 包括美国国力 很多美国人也不再相信美国的所谓的民主体制 或民主构建民主做法 本届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主办 主题为人民至上与全球人权之力 一百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 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等近四百人 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